现在你问以中国个人似乎想去哪儿 象征最高荣誉的回答应该是八宝山 若是在唐代答案却一定是洛阳盲山 盲山又称北盲山 盲山太平山道 位于洛阳境内北面 黄河南岸 是秦岭山脉的渔脉 小山枝脉 虽然海拔只有300米左右 但山势雄伟 东西横更数百里 古人认为 立木于此可枕山汤河 风水绝佳 因此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墓葬地 盲山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 据统计 盲山的陵墓群涵盖了东周 东汉 曹魏 西晋 北魏 后唐 共六个朝代的 二十四座帝王陵墓 还有秦相吕不韦 南朝陈后主 南唐李后主 大诗人杜甫 大书法家严真卿 等历史上的名人 也归葬于此 其他王侯将相 富商巨古 那就数不胜数了 古人的梦想不是死后上天堂 而是死后藏盲山 以至于生在苏杭 藏在北盲 成为一句流行语 他们觉得 藏在盲山 这才叫死得其所 好不夸张的说 盲山堪称世界上最密集的墓葬地 被形象的形容为盲山无握牛之地 唐朝诗人王剑有一首诗描述当事人想藏在盲山有多么困难 北盲山头少贤土 尽是洛阳人救墓 救墓人家归藏多堆住黄金五买处 这山头风水实在太好了 墓满为患 哪怕你家有黄金万贯 也买不到山上一小块墓地牙 盲山密集的古代权贵墓葬群 大大激发了盗墓者的创造力 文明于世的盗墓工具洛阳产 于是在洛阳被发明 并以洛阳命名 而盲山崛起为古代最受欢迎墓葬地 很大程度上 源于它面朝的是洛阳城 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古都 正如唐朝诗人沈全七所说 北盲山上列坟营 万古千秋对洛城 城中日西歌中起 山上围闻松百生 盲山的好风水是洛阳浮予的 别看如今的洛阳市平平无几 放在全国就是一个经济总量 排在四十多名的普通三线城市 但是若在宋代以前 洛阳的地位几乎无可匹敌 哪怕在中国历史第一城西安面前 也毫无愧色 洛阳是独一无二的 就连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所指的地方 也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 这里不仅是汉民族形成和形胜的地方 也是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定型和发展的中心地区 早在西州初年 周公迎见洛邑 就认定洛邑是天下之中 周公认为把都城建在天下的中央 有利于打造一个四方浮臭式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即便于四方诸侯共赴 又利于政府全国 这一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 后来很多皇帝想把首都定在洛阳 一个关键而行而上考虑 正是想依托天下之中的区位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关于洛阳有九朝古都之说 也有十二朝古都之说 看具体怎么算吧 但即便按照最严格的标准来算 洛阳作为正式都城的历史也有九百年左右 这个时间跨度仅次于长安 在中华帝国的前半期 洛阳是与西安双兴并致的大都会 但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洛阳的发迹更早 洛阳所处的河洛地区因此被称为九州复兴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这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南岸的一块河谷盆地 三面环山 西有萧山 中条山 南有熊尔山 外方山 伏牛山 都有齐山 松山 北面就是黄河 黄河南岸的盲山则成为一座天然的屏障 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有山海有水 洛阳水系发达 北面黄河 而洛河 尹河 建河 蝉河等汇流于此 滋养着这片风水宝地 史称无水绕洛城 在寒朝的历史时期内 河洛地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最高经济水平 秦朝定都显阳 没有选择东周固城洛邑 这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就是在关中一带发家的 而刘邦在楚汉争霸中获胜后 建立汉朝 都城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洛阳 但是仅仅几个月后 一个叫楼建的小人物 劝说刘邦迁都关中 劝说的理由是 东周时期的天子虽处天下之中 但天下诸侯都把他当成了摆设 非周天子德伯也 而形势弱也 就是说 从地势的显耀程度来看 洛阳作为都城并不如长安好 刘邦觉得有道理 就迁都迁到了长安去了 反正他在关中也很有群众基础 虽然他当年是在东南起兵反秦 但成就大业却是在关中 到了刘秀建立东汉 他起家的政治支柱 是以南洋 影川等地为主的山东豪族地主 这些人在山东拥有 修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 他们并不想离开自己的根基 到关中去 于是刘秀定都洛阳 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而这一决定 让洛阳在帝制时代 首次正式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 拉开了后续多个朝代 定都于此的序幕 为了弥补洛阳与长安的形势差距 东汉时期在洛阳四周设置了 寒谷 尹缺 广城 大谷 宣远 玄门 孟金 小平津等八大关口 合称八关都役 这样 洛阳四赛环卫 雄官伶俐 成为名副其实的形势显固之地 但是作为都城 沾染一个王朝兴盛的荣光 也必然要承受一个王朝衰败的重压 除非是以善让之名实现权力的转移和交接 否则 速度战争的朝代更替 肯定会伴随都城的破坏和毁灭 东汉默的董卓之乱 新静默的勇家之乱 都是刻写在洛阳历史上的重大伤痕 直到公元494年 北魏夏文帝推行汉化政策 从平城迁都洛阳 才在西近洛阳城固执上 重建了这座城市 很快 这座旧纸新城就汇集了30万人口 佛寺达到1000多座 繁盛一时 仅仅40余年后 北魏两大全城家族 一个立足长安 一个东迁夜城 后来演化成西魏和东魏 东西相争 洛阳地处两者之间 成为征战之地 难逃被毁的命运 正所谓 洛阳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天下缠无事则矣 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公元547年 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13年后 一个名叫杨炫之的人 奉命回到故都 前北魏洛阳城 眼前的一切让他十分悲痛 他看到这座 当时规模最宏伟的都城 城郭崩坏 宫是亲父 自冠灰烬 庙塔秋须 繁华的背面是荒谬 这是任何一座都城都难以逃脱的 兴筛寿命 洛阳更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 为了对抗占据山东附属地区的高欢家族 立足长安的宇文泰家族 发展出一套 关中本位政策 这套政策及其影响下形成的 关冷军工集团 此后影响了中国历史300多年 并深度介入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超级都城的命运 作为对抗关中本位政策的基地 洛阳在隋唐时期一度达到繁盛的顶点 南北朝时期的中国 沿着两条路径发展 最终以西魏 北周 隋朝作为历史的出口 重新统一并主导了中国的走向 阳间建立的隋朝 实际上继承的是宇文泰家族的衣博 包括接下来 李渊建立的唐朝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 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影响多么深远 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大家陈颖克 最早提出的一个说法 在此基础上 发展为关冷集团 最低指的是西魏权臣宇文泰 融合其所割据关冷区域内 之鲜卑六镇民族 及其他湖汉土著之人 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 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 及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 同受一文化之熏习 使能内安反侧 外遇强领 也就是说 鲜卑贵族把关中的汉族豪巧 纳入府兵系统 形成统一的军功贵族 这样 关中勋贵便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信仰 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战斗 历史表明 关中本位政策是西魏变弱为强 到北周后消灭了北极 统一了中国北方 隋朝待北周之后 又南下消灭了陈 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 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 三个朝代的权力更替 实际上是在关冷集团内部进行的 说的更具体一点 是在同一个婚姻圈内 一堆亲戚之间进行的 最终的胜出者 都仅仅是因为得到了关冷集团的集体拥护 哪怕是在太原起兵的李渊 又要处心积虑回到长安 争取关冷集团的支持 才能顺利建立李唐王朝 正因如此 长安是隋唐两朝的基本派 两朝的开国皇帝 都毫不犹豫地以长安为都城 绝无其他打算 同时 无论杨坚还是李渊 都对代表山东士族势力的洛阳 进行无情的打压 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关冷集团的 纯粹性和基本利益 防止洛阳崛起成为对抗长安的根据利 然而 到了这两个王朝的第二代接班人 想法就有些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了 他们的父辈既然是依靠关冷集团的背景立国 实际上 落实到皇帝本人的权利是相对有限的 身为第二代接班人 杨广和李世民都是经过兄弟独权上位的 他们显然不满足于父辈受到的权利之后 希望进一步强化皇权 在野心的支配下 随阳帝杨广开始了重新营建洛阳城的宏大工程 登记的第二年 公元605年 杨广亲自登上北芒山 南望隐区选择了西对龙门的一块地 重建东都洛阳 他任命天才建筑师宇文凯 负责洛阳城的规划营建 工程十分浩大 每月一室的工人达200万人 这次洛阳城的重建堪称鬼斧神工 一方面适应地形打破南北轴线完全对称的城市营建法则 将皇城和工程建在城市的西北角 但整个城市的规划仍然是棋盘型格局 力求方正整齐 另一方面 整个城市跨河流两岸建设 落河穿城而过 由西向东将市区分成南北两半 城中用四座桥梁连接 此外海引衣水 铲水入城 开凿曹渠 使得洛阳城的水运系统极其发达 阳广的另一项宏大工程 是以百万名利凿通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 形成一个庞大的内河航运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中心正是洛阳 江南 山东 河北的粮食物资 通过水运经黄河直接进入洛阳 到洛阳后 经广通渠等继续西运 再转入长安 成为水运枢纽后 洛阳的商业急剧发展 城市人口迅速飙升到百万以上 营建东都洛阳的成功 标志着洋广从父辈纯粹依托关隆集团 转而依托山东士族 江淮士族等新势力 后世将此解读为 杨广与关隆集团的决裂 或许是铺子卖太大了 杨广最终还是败给了关隆集团 记起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 是杨广的表哥 李唐的第二代接班人李世民 又开始走杨广当年制衡关隆集团的路子 尽管遭到多次建筑 但李世民还是坚持要大力修剪 随莫战乱中被破坏的洛阳工程 原因无他 李世民想以洛阳反制长安 以山东集团制衡关隆集团而已 由于有了杨广的前职之介 李世民的步子卖得稳妥很多 他随时兼顾关中与山东两个集团的势力平衡 确保了权力的稳定过渡 直到他曾经的妃子后来的儿媳武则天 掀起更大的风浪 洛阳在武则天的手里 被赋予了神都之名 地位超越长安 而这一切仍旧源于一直 悬而未决的关隆集团势力问题 公元655年 唐高宗李志决定要废掉王皇后 立武则天为后 这次废王立武的事件 引起轩然大波 其本质则是关隆集团 与山东集团之间的一场争斗 王皇后出身关隆贵族 家族根基深厚 而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木材商 属于山东寒族 这场背景悬殊的对立 却以武则天胜出而告终 标志着山东集团 在与关隆集团的较量中 开始占据上风 武则天是个政治奇才 在唐高宗常年卧病 无力处理政事的背景下 他凭借聪明能干 介入朝政 到公元674年以后 已经发展出朝廷的二升格局 实际政务由他一手包揽 683年 唐高宗病逝后 武则天距离成为帝国的女主 只差一个名号而已 横根在他面前的障碍 一个是他的性别 另一个是他的出身 关隆集团对武则天的敌意 很大程度上 远于他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 而武则天 要想抵达权力的巅峰 就必须摆脱关隆集团的阻挠 所以 武则天向来将关隆集团势力 盘结的长安 视为位途 他的做法是在洛阳重建班子 对抗关隆集团 684年 武则天置信西京 留守留人鬼 将留人鬼比作萧和 并把长安托付给他 自己专心留在洛阳 同年 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使之凌驾于长安之上 事实上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洛阳的地位已超越长安 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唐高宗在位33年中 七姓洛阳 累计达11年之久 唐高宗死后 武则天执政22年 除晚年一度回长安两年外 其余时间全在洛阳 神都洛阳在武则天的运作下 迎来史上最高光的时期 唐高宗和武则天 先后对洛阳城工程进行重建 上阳宫是最重要的听证场所 以建筑华丽著称 武则天长居于此 最后意在此病史 武则天的最大动作 是在洛阳修建明堂和天堂 史书记载 明堂有三层 高度约为88米 中有通天柱上下贯通 而天堂更宏伟 一共有五层 从第三层就可以俯瞰明堂 中间放置一尊大佛 仅俯像的小纸 就可做数十人 明堂和天堂都在建成不久后 遭火灾或风灾 毁掉后又重建 史在 为了重建 日益万人 彩木将领 数年之间 索费以万亿几 俯藏为之浩劫 从记载来看 明堂和天堂绝对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 一直以来 人们甚至不敢相信它真实存在过 直到1986年 洛阳一个施工现场意外挖出一个直径3.67米的巨型柱坑 人们才终于相信 天堂和明堂不是传说 武则天以巨大的财力和魄力 将洛阳打造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神都 借此为他建立五州政权 即称帝造势 当时的诗人宋志问 在诗里还原出洛阳繁花四景的景观 并欢呼这是一个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 洛阳城里花如雪 露魂山中金矢发 对于那个时代的诗人而言 武则天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明君圣主 如前所述 为了对抗关隆集团 武则天需要构建自己的支持力量 关隆贵族只要通过门婴入室 固化和垄断阶层利益 而武则天则大力推动科举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 从而对关隆贵族入室形成意志 正如陈尹克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的 近史之科虽涉于随代 而其特见尊重 以为全国人民出世之唯一正途 实是于唐高宗之代 即悟空专政之时 只要你有才学 哪怕出身寒威 没有关系 武则天照样给你官做 出身论一定程度上 被打破了 出唐四节 文章四有 等文人活跃于这个时期 应该说 跟武则天对于科举和文学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 就算骆兵王在习文中将他骂的狗血淋头 武则天仍然会惊讶于 这名诗人的才气 而质问自己的宰相说 你怎么能错失这样的人才 洛阳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科举和人才中心 即便在武则天死后 长安重新夺回帝都之位 但洛阳出人才的名声依旧深深影响着历史 长安城东洛阳道 车轮不息陈浩浩 整立贪钱 敬住边 降逢近世 陈中老 日晚长川不济城 离群独步不能明 赖友清清河畔草 春来游得 未济情 在不知名的唐朝诗人笔下 洛阳的繁华吸引着无数的诗人和商人 为了名利 竟相奔走在通往洛阳的道路上 这条洛阳道不正是实实在在的成功之道吗 武则天也成功了 在他的推动下 数族新兴阶层的兴起 逐步取代了关隆贵族的地位 由此构成唐宋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进步内容 而他依靠这股进步力量 登上了个人的权力顶峰 690年 武则天称帝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神都洛阳跟着女皇武则天 创造了一段伟大的历史 门阀士族统治 没落了 科举士大幅阶层 兴起了 这是一个缓慢的进步过程 但他的发端无疑是在洛阳 光凭这一点 洛阳就足以在历史上不朽 巅峰意味着下坡的开始 接下来的洛阳故事就略显悲凉了 795年 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病适后 他的儿子唐忠宗李显复位 环渡长安 并有意贬低了洛阳的地位 到了唐玄宗时期 他在位期间曾五次寻线洛阳 但都发生在开元24年以前 主要是洛阳处理武则天称帝时期 留下的首尾 比如清理一些不合理智的建筑 未被镇压的 李唐宗氏成员平反等等 开元24年 从洛阳返回长安以后 唐玄宗再也没有踏足洛阳 742年 唐玄宗下诏东都改名为东京 现在我们讲唐朝的集圣 都是讲开元盛世 实际上开元盛世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时期 奠基的人才 制度基础上出现的 是洛阳作为神都时期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后来那些没有经历过开元盛世的唐朝诗人 总是以洛阳的衰落来隐喻唐朝的衰落 在他们看来 洛阳的凡胜一去不返 是整个帝国走向黄昏的一个缩影 中唐诗人元称写过一首更著名的诗 短短20个字 却让人读后有一种崩溃感 辽洛古行宫 宫花季木红 白头宫女在 贤作说玄宗 世中的古行宫正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迎见的洛阳上阳宫 唐玄宗当年寻信洛阳时留下的宫女 曾青春少女变成了白头老鱼 岁月不可挽回 而上旨同样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是对于洛阳还是对于帝国 更大的破坏源于唐玄宗执政后期 爆发的安氏之乱 在安氏之乱八年间 洛阳四次在叛军和唐政府借用的回歌兵之间异首 四次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焚烧劫掠 到战乱平息后 洛阳所存人口仅有原来的两三成 而公式建筑实不存一 豺狼出没 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世人杜甫早年曾跟姑妈一起居住在洛阳 周年后又曾与李白高氏一同漫游洛阳 对这座都城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他晚年在南方漂泊 回忆往日 却不敢跟人打听洛阳的最新情况 整个中晚堂 面对帝国中心无望 诗人们一个个见生幻灭之心 这跟圣唐时期诗人携起洛阳 总是一片繁华新生乐观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童年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孟娇 有一次站在洛阳的天津桥上 看到了满眼的萧条 天津桥下兵出劫 洛阳墨上人行诀 鱼柳枭书楼阁鞋 岳鸣直见松山雪 要知道 天津桥坐落在洛阳中州县上 是城州最繁华的地带 李白当年在天津桥南的酒楼里 黄金白币买歌笑 一醉累月 秦王侯 沈全期退朝后 从天津桥招摇而过 天津玉柳碧摇摇 玄齐乡从半下朝 而到了孟娇的时代 短短数十年间 一切都换了容颜 城市老了 洛阳作为大运河中心的地位 在安史之乱后也受到了挑战 从江淮连接到洛阳的通缉区 由于安史之乱 断行于四长达八年 直到七六四年 朝廷理财大臣刘燕 重开变和 并改革曹运制度后 开封的水运地位逐渐崛起 四方转运的粮食货物 不再进入洛阳 而是由汴河兼黄河树渭水 直达长安 在帝国经济重心 难移的大背景下 洛阳又丧失了 大运河的中心地位 日渐衰落 并最终被开封所取代 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而这一切的发生 跟中华帝国的都城东移是同步的 从秦朝开始的帝制时代 到北宋立国 在一千余年的历史中 中国的都城有一个缓慢 东移的过程 其中有两个最主要的临界点 一次是904年 大军阀朱温 胁迫唐赵宗 从长安迁都洛阳 这次迁都 不仅迁走长安的皇帝 百官和百姓 连建筑拆下来的木材 都沿渭和黄河顺水而下 一起运到了洛阳 长安虽为秋须 沦为一般城市 从此与帝都无远 另一次则是在五代时期 洛阳虽然与开封组成新搭档 轮流当国都 但谁都知道 洛阳只是开封的一个过渡和替身 北宋时期 洛阳称作西京 成为陪都 用来安置朝廷党政的失败者 和闲散官员 而这也是洛阳都城史上 最后的陪都时期 宋太祖赵宽映曾想迁都洛阳 他弟弟说 大哥 你到洛阳吃什么呀 一句话一句的 赵宽映没脾气 风水轮流转 开封凭借大运河中心的 区位优势 源源不断获取来自南方的 粮食物资 而洛阳仅剩下光辉历史 涂抹的一层光圈 啥也没有 北宋灭亡之后 洛阳成为一个 普普通通的巨型城市 如今 洛阳在全国是一座 平平无奇的三线城市 2019年的GDP 是5000亿元左右 排名全国城市第45位 大约相当于江苏泰州 浙江台州 湖北襄阳的水平 然而我还是喜欢洛阳如今的样子 一座光耀千年的都城 蜕变成文明与历史的象征 他在现实中老去 却在唐诗颂词的经典中 永远年轻 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 欲问古今兴肺事 请君只看洛阳城 在这样一座 几经兴衰的千年古都面前 人类还有什么想不开 看不透 放不下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